华晨宇的音乐和成功或许无法复制 但他的故事 与许多正在追梦的年轻人相比起来 并非完全不同 出道六年 华晨宇三个字已在人们心中堆叠出各种模样比赛之时 他是唱着无字歌不同寻常的火星弟弟 第一次参加旅行节目 他是会被街头演出吸引的迷糊路痴 登上鸟巢舞台 他又气场全开 成为掌控全场的大魔王 2013年后的华语乐坛 就这样因华晨宇的出现 而变得有趣了起来 但若玻璃舞台赋予的光环 以一个纷繁世界里鲜活的人的视角 去截取华晨宇的成长片段 你会发现 一些有关孤独 寻找和坚持的熟悉剧情 也曾在他身上发声 华晨宇的音乐和成功或许无法复制 但他的故事 与许多正在追梦的年轻人相比起来 并非完全不同 我不是老师喜欢的那个学生 没有人否认那个一类的存在 无论是华晨宇的音乐 还是音乐里的华晨宇 我上学的时候是属于那种 看似不太合群的人 因为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闷着头 去做一些感兴趣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我做的音乐 怎么讲 就是很自我吧 2010年 华晨宇考上武汉音乐学院 成为科班体系下的一份子 但遵循着自己音乐方向的他 却总是与周遭的刻板环境格格不入 那会儿大家对我写的音乐 并没有很肯定过 他平静地说 华晨宇一夕记得 自己进入音乐学院后的第一个导师 最初并不太认可他 因为他觉得我的发声方法不是最科学的 写的歌也太奇怪了 我们班上有三个人是他的专业学生 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我 有一次 在跟老师练习完发声方法之后 华晨宇困惑了 因为我用那种方法再来唱自己写的歌时 唱不出那种感觉了 我开始想 我学音乐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应该满足别人口中的标准答案 还是应该满足自己因为喜欢音乐 而去学习音乐的初衷 后来我还是选择了尊重我自己 其实还挺任性的 我很直白地告诉了老师我的想法 我说如果我再这样学下去的话 可能就不喜欢音乐了 老师也理解我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跟他一起学唱歌了 华晨宇总是能够清晰地认知到自己的创作歌手身份 我不是一个翻唱歌手 我只想唱到让全场人觉得情绪是饱满的 听花花的歌好哈啊 或者说听完这首歌我好难过 这才是我想要的 而不是说花花唱得真好 我不是为了让大家欣赏我 我是想让大家听我的歌 有共鸣 因为对音乐创作的坚守 从拿下2013年快乐男生全国总冠军之后 无论外界用哪种眼光看待他 华晨宇都不反驳不抱怨 继续低头走自己认定的路 但在不断打破规则 建立规则的过程中 也并非没有外界因此影响他的感知 从第一张专辑 卡西莫多的礼物 到如今的 《无聊人》 齐天 他承认自己已从相对自我的状态中走出来许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顺其自然发生的事情 华晨宇说 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还是一个学生 没有观众 创作也都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把自己关起来 用一架钢琴去表达我当下的情绪 但是在出道之后 我会上台表演自己的作品 很多观众和歌迷都是为了我而来 我的音乐里就多了很多可能性 我开始写万人大合唱的歌 写非常张扬的摇滚音乐 因为我的眼睛里面有了全场观众 他们都在我的世界里 我就把所有人拉进来 跟着我一起狂欢 如今的华晨宇 在经历与演艺圈环境的墨盒后 已进入了自在且舒适的恒温地带 在采访时 哪怕已经经历了一下午的拍摄工作 他依然精神振奋 几度笑弯了眼睛 因为我把喜欢的事情变成了工作 所以我在工作状态的时候 一直都很快乐 在创作遇到瓶颈时 华晨宇有自己的专属宝物魔方 来帮助自己走出迷思 因为他会让我在短时间之内 集中注意力 拼完之后 可能之前让我掉进死循环里面的 那个旋律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在演出 录节目 上通告等一些工作上 华晨宇的心态却无比豁达通透 其实任何工作都会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享受自己所选择的路就好 如今华晨宇的音乐事业如他的代表色一样火红 而当面对成家里夜中的另外一半 华晨宇则咧嘴一笑 我其实还好 因为我的心思也不在这上面 我家里人以前有催过婚 但后来也不催了 我就觉得先做好自己当下想要去做的事情吧 如果有一天遇到了 那就再谈恋爱呗 痴心热线青年问 大三才发现自己喜欢的工作和专业完全无关 大四全是实习 不知道是按照自己的内心从头开始比较好 还是先找一个和专业相关的工作 华晨宇 如果是我 肯定会服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选择 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 大三还很年轻 才二十出头 人生还有几十年 三分之一都没有活到 而且当你尊重自己的内心后 就会很有耐心的去学习你想要去学的东西 工作赚钱的时候就不会不快乐 哪怕一开始赚得没有那么多 但是在过程当中你是开心的 你会努力去做 但如果你选择了自己的专业 放弃了真正喜欢的东西 可能一辈子就像机器人一样活下去 也许在拿工资那刻是开心的 但每当在工作时 你就会很抗拒 我觉得那个状态会不一样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